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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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刮着风 吹乱我的容 吹乱眼中的游客 吹乱可重的城市 为什么 吹不暖 心中 对你的所谓 有你在身旁 却怀念着一个人的简单 为什么 河中的意 只剩孤单 为什么 你看我 那么的俊然 一切都会好 将付给时间 可是我做不到 希望你能听得见 如果有人 让我们期待 请不吹还 赶紧 河中 请不吹 河中 请不吹 河中 尘败之来迟了一步 案犯呢十分狡猾 人已经跑了 不过他的妻子和儿子 我已经抓到了 还有我们搜到了证物 请公公过目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知会东厂一声啊 这 火速通知京城九门 言查出城人众 有嫌疑者一律扣押 抓不到角生光 拿你失分 这 这 你 过来 过来 你 过来 走 走 走 站住 走 来人 别跑 抓我干什么呀 走 抓我干什么 你 过来 你 过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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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ésus 老徐 官府已经找上门了 你竟敢躲着我 你小的太不张 我一个穷客自将 只为挣几个钱 可不想惹上官府的麻烦 你干什么 胡说 你害怕是吗 我 我让你嗑的又不是妖书 你瞧那些 为父不认的家伙们 几两银子画我 也算咱们哥们取之有道 等这阵风过去 咱赵干部 脚大胆 你还吹呢 谁知道这股风 会不会要了我的命 下回打死我也不敢 沾你这好人的边 老徐 我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呢 行了 反正我要在你这躲两天 等过了这阵风以后 马上送我出城 不行不行 别别别 陪先生又赢了 本宫奇异不惊 屡战屡败呀 殿下 屡战屡败才要屡败屡战 这奇异大增的唯一途径就是 在惨败中吸取教训 绝不重蹈覆辙呀 裴先生 你似乎对妖书案不太上心啊 难道郭师傅脱了险 裴先生就对此事漠不关心了吗 太子此言诧异 妖书一世的罪魁祸首至今不明不白 这其中必有隐晦之处 至于郭大人他实属冤枉 能够临阵脱险 不被当作替罪羊已是万幸了 那裴先生是否能猜测得出 谁是妖书案的罪魁祸首 太子数裴某愚钝 裴某不想在大局已定的事情上 再妄加猜测 既已知道结果 又何必试图铤而走险做无用功呢 大局已定 裴先生的意思是说妖书案要结了吗 是啊 自有冤魂来填这无底的深冤啊 难道父皇 又偏袒妖书案的罪魁祸首不成 话不能这么说 太子啊 有些事自有公道 而有些事不可公道 朝廷如水 黄泉如风 老百姓就如惊涛骇浪里的小小船舶 船抵不过水 而水抵不过风 风若是想风平浪静 自是易如反掌 所以太子 你只管已不变应万变 也罢 只要牵连不到本宫就好 自古 文章一中有意 礼济月济中有云 始奏已闻 富乱已武 治乱已相 迅疾已雅 裴先生的意思是说 妖书案即便有了结果 也是不了了之强压的吗 太子 我们再来一句如何 这一句裴某 未必赢得了太子啊 来来来 够成了 来 给你钱 走了 老板 您拿好 慢走 老板 让开 让开 怎么着 来点肉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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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输的 没咱什么事 老板 搁二斤肉 多来点肥的 好嘞 客子像 发财了 又打酒又买肉的 你一个人吃都管了 也不能老素着 打打牙计不行 咋不行啊 我都盼着您天天打牙计 二斤高高的 您拿好 好 您慢走啊 您把劲力都折转了 小吴 我 要 快点 行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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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不太方便 这九州齐备的 姓谁啊 小人师 一人喂饱了 全家不饿 独身吃惯了 没别人的份 宋版家一集 是家二十两一本 方客一下 做做就 拿到书榻上 二两一本 准有人要 这么肥的活 你也不接 要不 赵主任你先把书留下 赵主任你先把书留下 我先琢磨琢磨自己的刀法 还有纸张 零屋都不让我进 这么贵重的东西 让你留下就留下 赵主任 要不院里说 赵主任 要不咱们就院里说吧 别进屋头 这屋里有个珍藏 我还没见过你这么鬼鬼祟祟的 我还相信 老师啊 还真是金武藏雕啊 可别管带了人家的良家姑娘 这惊动的官府 判断不清了 对 见晓 其实就是个暗门子 跟我也算是老乡好了 你啊 不用往心里说 我也不打听你的风流运势 你给个话 干还是不干 我看看 干不干 我干不干 这自己刀法虽说少见 可小人能补证谎个罢酒都是 这活就交给你干了 放银二十册 一侧也不许多饮 好 好 收销自己以后 这银子还是老规矩 马上一天做午 你一半我一半 可这样书你还得还给我 瞧瞧瞧 瞧瞧 瞧瞧 怎么 一点定钱都不给 不是 老徐啊 你也太不眨眼了吧 这么值钱的样书 我都留给你了 银子 你还想要给一块 我有个态度 你还想要给你 那么得起 我总得挣钱盖过去 你呀 把钱看得比命还重 没了脑袋你拿什么吃饭 小小仔 你别吓唬 我跟你说 这个人啊 在宫里五营店当差 找我翻个古旧扇本 也不是头一回了 跟你一样都是我老主 不行 你这儿我也不能带了 我得马上挪我 小小仔 你还说我胆行 有酒有肉 你都不吃 说不说呀你 说不说呀你 说 还不说 给我嘴呀 说不说 这一家子人 我看你 这一家子人 刚走 陈公公 把他叫回来问问清楚 就让他这么走啊 赶紧带着 去出一包胡同 带我一范 再晚了就扑空了 是 快 来 我得走了 咱们后会有期 小秀才 你走 你往哪走 刚才我在市面上看见巡街的 到处盘查 你别一出门就自投罗网啊 闭上你的乌鸦嘴啊 我这右眼一个就能跳 总觉得今天凶多吉少 别信那个 好了 我走了 你去哪儿啊 小秀才 你要去哪儿啊 站住 站住 别跑 别跑 站住 站住 我站住 我站住 站住 老实点 老实点 你们干嘛抓我 打骗我 把他们都给我带回去 我这一体败败给我们查个遍 有可疑的东西 一律作为政务 公公 我看那投书人的笔记 与告发顺天伙训人照的 匿名信笔记极为相似 那肯定是知道内情的人 咱们为什么不把他一起抓来 是个究竟呢 别忘了皇上的旨意 这妖书在民间不在官员里 你把这个人扯进来 你把这个人扯进来 那个人一看就是在宫里的 是不是 那不符合皇上的心意 还是公公私立周向 北纸又学了一招 明天 三法司就要会同场位 会神绞生光了 今天咱们无论如何 他要给这小子定下招供的调查 要不然弄不好他胡乱攀扯 又要节外生枝啊 全凭公公作主 为之唯有骂首是债 把他带上来吧 看 带叫声光 快了 走 走 吹 叫声光 你把头抬起来 大人 小人不明白 我犯了哪条枉法了 你们 这么兴师动动的对待我 大的狂徒 还真抵赖 快将如何制造妖书 如何散发的不法事情 一一招来 裴赞善 你也认为这个被隔除公民的 脚秀才 就是妖书案的元凶吗 此人是不是元凶 已经不中了 抓获此人便可结案 这才是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 那一裴赞善的意思 这个脚生光 仍然是个替罪羊了 那到底是谁 掀起这场滔天巨浪的呢 这 确实难以猜测呀 如果 不是正非制造混乱 以乱中取历 那就是有人 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泄私愤 不管怎么说 在这个回合中 殿下 您还是略胜一筹啊 不光 郭大人和沈李相爷得到保权 皇上 还不得不在太后的压力下 对太子表示抚慰 这都会使得朝野上下 看到太子地位的稳固 对于那些 觊觎大位的人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警告啊 陪三山 你有辅佐保驾之功 本宫 是不会忘记的 你看 赵大人 没有你的线索 咱家也不能这么快 抓住脚声光啊 这已经让我十分感激了 你不必亲自来见他 只要是走漏了风声 又要起新的风波了 该做的我已经做了 该说的我也得全说完 是的是的 公公是个明本人 下官但求心安理得 绝不贪生怕死 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啊 案子虽大 可死脚声光一人足以平息 你没有必要担心 公公以下官职责不同 搁尽本分吧 打开 是 是 人就在里面了 靠大人自便 咱家先回避了 公公到职方收后 下官用不了多长时间 公公慢走 二位 皇帝驾前五英殿中书舍人赵世珍 前来探监 脚秀才 赵大人 你可是把我给坑个惨了 我只不过是帮脚秀才 刻过打炸所才的书 我根本就没刻过什么妖书啊 现在可好 是黄泥吊在裤裆里 不是事也是事了 赵大人 赵大人你缺德呀你 你要抓脚秀才 你给我递个话啊 等我把他送出门 你再让锦衣卫下手啊 你怎么能让他们 把他堵在我家里呢 这岂不是把我这颗脑袋也赔进去了 赵大人 赵大人 在下与您素不相知 若说您是为了协助场外破案 才来告发在下 为何又来探监 反正难道有什么良心不安之处吗 蒋先生 妖书案叫得超野震动 上至皇室下即沉溺 雄雄难顶飞不迟 若再不及时做府邸抽薪之计 必然是天下大乱 为了不天下大乱 就拿我这个小人物做牺牲 大人啊 您这么做 是不是太无德了 赵先生 赵母 这是想上岸君父之心 下保万民太平 此心 可对天日 呸 你个小小的从中书舍人 装什么有国有民的大圣人 这无道的昏君 他一连十多年不上朝 大臣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为了他心爱的女人 他不惜动摇国本 是朝野上下至今 对太子的地位议论纷纷 派出那么多瑞士矿奸 搜刮各地百姓弄得名不聊生 这样的皇帝 我恨不得他明天就死掉 你可倒好 拿我这条小命去安他的心 就是因为 官场中像你这样 只知屈翼逢迎君主的人太多了 你不要总打着 保民太平的幌子来骗人了 你这是助纣为虐的奸命 教秀太 你不要命了你 连皇帝都敢骂 我就不信 那皇帝老二还能让我死两回不成 教秀才 果然好口才 赵某确实做过一些糊涂事 可现如今只能将错就错 我赵某也是遵循古训 君主有了落实 作为臣子的无权议论 更不可背景 这或许是赵某的一点点运忠 却连累了两位 这东厂死丘劳有见无处 这东厂死丘劳有见无处 赵某于心不忍 可以逼不得已 九先生 赵某恳请两位 就此了结此案吧 请了 你想拿我一个人定刺 你想都不要想 我江世光没那么好说话 老朵 他也不想看 我这样 你不是说 我暂时 他乖 他又不想看 你 他只能看 你 你不想看 我 你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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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了结此案吧 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担当 你有本事抓住真凶啊 赵队 你就放过我们吧 赵先生 你要是联系国家前途 百姓安宁 赵某愿保你妻儿活命 你妻儿先关押在东厂大宝 还有我呢 你妻儿先关押在东厂大宝 徐师傅 坎坷夭书 没有刻字架 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徐师傅恐怕只能与蒋先生 一同治罪 我的天哪 你们读书人还懂得如何叛咬别人 我只会笔着葫芦画瓢 磕几张书板 我就是想要 也不知道从哪儿下口啊 你们早就算得好了 抓住我脚神光 你我妻儿想要先逼我认罪 赵先生 我赵某 也是奉命办事无可奈何 尚与只管结果不离过程 但我赵某会想方设法 保住蒋夫人和领导的身家姓名 只求蒋先生 签下这份已经严好的公辞 我凭什么相信你这个朝廷狗官 我愿意蒋先生杀血为猛 我愿意蒋先生杀血为猛 我愿意蒋先生 你虽然没有 我愿意蒋先生 你死辽了 我愿意蒋先生 你到底是否认为 你愿意蒋先生 那些卫白的孩子 你不愿意蒋先生 不 不就是让我 一个人担了吗 赵大人 娇某要让世人瞧一瞧 我娇神光不是一介文弱书生 我更不是一个 只懂得敲诈钱财的小人 大人 娇先生 对不住了 将妖书要犯娇神光带上堂来 带娇神光 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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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分信 它 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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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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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连这点都不知道吗 脚身光 心中怀恨郑妃和福王的 朝中大有人在 前任礼部侍郎郑郑玉就是一个 难道你与他是同党 其实小人并不知道这个郭侍郎 但我也听说过 丁惠寺的达官和尚 因为和他有牵连 被刑讯致死 还有京城名医沈令玉 野兽连累入了牢 其实这都是官府捕风捉影 殊为可笑之事 所以小人揣托郑贵妃心意 自便续游威弘意 难道还用旁人指使吗 大人们也太小看小人的血迟了吧 大胆 脚身光 你再不招出幕后指使之人 本不谈可要大行伺候了 满 臣公公 有何见浅 大家倒认为 这个角身光他说的是实话 何以见谅 肖大人 各位大人 昨天夜里 观音菩萨给咱家托了一个梦 他对我说 那个妖叔就是这个绞生光燥的 笑什么笑啊 这么狡猾的狂徒 没有神明的指点 咱家能这么快就抓住他吗 肖大人哪 你怎么着啊 非要只攀出几个朝廷大员来 才显得你这案子审得有声有色吗 陈公公 不是我们刑部非要只攀朝廷大员 这实在是郭正玉被扣在城外 必是无风不起浪 所以万般无奈之下 我们才从绞生光口中求取旁证 求取旁证 咱家说你们刑部早就定好了 在绣筒里已经定了主使人了 这 陈公公 容下官解释 刑部只是想弄清楚事实 并没有预先定案的企图啊 没有定论就好 咱家来参加会审 并不想过多的干涉刑部的事务 只是代表皇上随时掌握案情的进展 望各位大人 执法如山 我都能指示 那他甫书 秦安 财阳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他们要去 非动行不可 万一我忍行不过 我改了口 那么多的 皇亲国戚 达官贵人 你们想过没有啊 他们可怎么活哟 真有你的 那菩萨托梦这种点子 都想得出来 奴婢当时怕 堂上情况有变 集中生智着假托神明了 想必菩萨也会体谅奴婢 这份忠心吧 你还真懂得朕 其实宁人的苦心啊 好了 我算去掉了这块心病了 是啊 说说看 你们是如何给角生光亮情的 首犯角生光制造妖书 重犯徐承惠斩立绝 角生光的妻子和儿子 因为并不知角生光 做妖书谋逆之事 那就从轻发落 流放三千里外 不行 你那妻儿也一块给朕杀掉 喝什么喝 有什么事 怎么了 也不如说 陈备有着 我开心 吃宽 你不是 脝 wed 在 en 最后 你会 不得 那 谁 我 说 你 这 你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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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好吧 那就照你们所议 先去妻儿留房三千里吧 弄必领值 赵亡 不认我兄 黄泉路上 寄我 赌心 妖书案的发生 忽硕迷离 她的落幕同样令人完美 穷秀才脚身光 不过是个替罪羊 暴死深宫的五英殿中书舍人赵世珍 他究竟是主动卷入的多事者 还是受神秘人物的指使 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妖书案留下的后患是 郑贵妃及其党女 与太子朱长骆之间 公开撕破了脸皮 进一步的摩擦与争斗 只能更加你死我活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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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有下次我让你好看 吵什么吵 闹什么闹 臣妾恭迎皇上 大老眼就听到 你在这儿骂孩子 怎么回事 要什么东西要不到 又说你娘生气了是不是 行儿要 要你就给嘛 要什么你就给他嘛 你看把他弄得哭哭啼啼的 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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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你说的是真的吗 寻人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给 给 他要什么就给什么 皇上 臣妾谢谢皇上 寻人要当太子 让他当太子吧皇上 太太太太子就 太难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太难了 秦儿 不过 父皇还许你三个要求 你提 你这次不提就 错过机会了 真的吗 父皇 君无戏言 太好了 提 哦 我要一个大宅子 好大好大的宅子 是方府里面最大的宅子 最漂亮的 宅子 这算什么 准 还有什么 父皇 我问您 藩王里面 谁的 庄田是最多的 那当然是父皇的亲弟弟 陆王 有多少 两万请 两万请 好 我要四万请 四万请 你 凭什么 陆王是您的弟弟 我是您的亲儿子啊 儿子要比弟弟亲多了 会说话 聪明 会说话 真准了 给你 太好了 给 我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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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什么 哦 我知道了 父皇 我要母亲 当皇后 当皇后 艾妃 呃 皇后 还活着 哎 你让朕把这个皇后 你要当皇后啊 那 这个皇后 你让朕把她搁到 搁到哪儿去啊 父皇您说过了三个要求的 真是说过三个 嗯 你 你换一个 你父皇 三条都已经答应你两条了 你应该觉得知足了 不是 不是 玉萍小姐 在下王月前 见过玉萍小姐 有事吗 小梅 我们去那边瞧瞧 你这边 玉萍小姐 这个秘笔我知道了 谢谢啊 好 公子 快搜搜看 这谜底应当是 柴进 汤笼 哦 对对对 公子猜得妙 公子接下谜面去领奖吧 在下就是偶尔猜众 还是老丈去领奖吧 啊 多谢公子 好 裴赞善原来还安属此道啊 公子 这只不过是茶鱼饭后 用来解闷的雕虫小技把 不做到 公子请 小姐 你看 裴赞善 他旁边那位少年公子 应该就是当今的太子 哦 小姐 你看 那不是父王吗 大事不妙 想不到在登座上遇见大哥 三弟见过大哥 三弟 想不到三弟也喜欢这民俗事件 三弟 近来你重温门外的店铺如何 您有小力 不过是玩玩而已 比不上大哥身处租贵 将来是干大事的人啊 在下孔学见过大公子 这里实在不变形大了 望大公子变怪 哦 这位就是三弟身边的能人 孔学孔先生吗 不敢的 小人一介出生 陪在三公子身边独塑而已 可比不上大公子身边的陪赞善 陪大人 咱们有十年未见了 别来无恙了 托三公子和孔先生的福 在下安然无恙 陪大人 你我这是他相遇故知 何不借此机会 小酌几杯叙叙旧来 在下还有钥匙在身 实感歉意 改日一定奉陪 大公子 陪大人 不给在下薄面 那就猜一记灯明 就这一记 请看此记 高祖狂喜 赵烈大悲 这高祖赵烈都是古灯 此迷当是用点之作 在下认为这个谜底 应当是个翠子 哦 为何是个翠子 高祖指的是汉朝开过之军刘邦 他的敌人是楚霸王项鸟 该下一战 楚军大败 霸王在乌江自吻 汉朝得以建立 高祖得项鱼死讯 怎么狂喜 赵烈 是楚汉刘备的帝号 刘关章桃源三结义 视同生死 后来 关于大义诗荆州 败走迈城 重拂贝勤 死于东吴 刘玄德文讯 痛不欲生 誓报此仇 高祖因项鱼死而喜 赵烈为官鱼死而悲 与足相迭 不正是个翠子 这猜谜虽然是雕虫小技 可谜底却让裴先生 解得是有声有色 实属不易啊 三公子 这下见识到裴先生的学识了 裴先生果然名不虚传 三公子实在太客气了 在下还有钥匙在身 恕不奉陪 太子殿下 时候不早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我还在这里 拼掉一丝熟悉的你的气息 爱意 爱意若病 世界宁结了神气 我蓝眼看着忧伤 正在高尘略地 珍视频 秋风啸瑟 西角坚硬 枉仑在家里 每一一幕幕 长颜米的 你的缺起 爱意如壁 时间换不会珍惜 有谁能跨越爱与不爱 等你或沉地 我不顾一切的爱你 纷纷扰扰宠爱你 却没有你 我也没有你 有相同的勇气 我飞起煎熬的爱你 流言蜚语宠爱你 你却没有 我也没有 相同的可惜 我不顾一切的爱你 纷纷扰扰宠爱你